大家好,这几年呢,国家也非常重视基层卫生服务的工作,而我是做基层卫生指导的,这几年我们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宝宝的预防接种啊,还有健康教育啊,都下沉到了基层,也就是说在城市有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咱们农村呢,我们有村卫生院,甚至在村卫生室,那么也有很多人呢, 就来了解,就找我来了解说,这个二类疫苗,这个疫苗是不是人人都要打呢?其实呢,我们疫苗有两类,一类疫苗呢,是国家在扩大免疫规划过程当中免费为我们的儿童提供的,可以预防12种疾病的疫苗,而且呢,也提倡人人接种,所以说人人都需要接种疫苗 那么还除了一类疫苗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二类疫苗,二类疫苗呢,它是自费的,而且呢,也是自愿的,所以说有两字我们要记明白,第一个首先你自愿,第二个你要自费 因为这些疫苗呢,种类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乙肝疫苗,加肝疫苗,肺炎疫苗,感冒疫苗,还有今年的新冠疫苗等等这些疫苗,都属于二类疫苗 这些疫苗呢,要根据您的经济实力,也根据您个体差异,您的需求来选择,这个不是强制性的,所以您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引起要关注这些疫苗,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个研究生,他是回来之后呢,有一天他给我请假,他说老师,我要去打一个疫苗 我说你要打什么疫苗呀,他说就是那个疫苗,我说是HPV吗,他说是的是的,老师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们这样年轻的男男女女,肯定现在注射的是二类疫苗,他说是二类疫苗,而且是自费的 他说是是是,我花了一千多块钱,注射的是什么,HPV疫苗,就是人乳头流病毒感染的预防那个宫颈癌的这个疫苗 所以大家一听,肯定是一个女孩子,对吧,所以这类疫苗呢,是自愿的 但是我们在,我们在接种疫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注意非常的关键 特别是我们的宝宝,有很多疫苗,我们有一些菌苗,是活菌苗 活菌苗,比如说我们宝宝吃的那个糖丸,小儿麻地糖丸 这个糖丸呢,是活菌苗,这个活菌苗在喂服它的过程当中,就要用温水 如果你的水温太大了,就把这个菌杀死了,那你吃进去就是一个死菌,就没有作用了 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乙肝疫苗,有人说了我中了乙肝疫苗了 然后呢,我就不得乙肝了,其实不然,乙肝呢,它有十几种型 那么你接种的这一型,就是在目前它是发病比较多的,比较高危的这一型 那么在有变异新的形种的时候,还有呢,你这个疫苗注射进去之后 一段时间产生了抗体,但是你这个抗体呢,又在逐渐的消耗过程当中 抗体减低的时候,还要补充接种,所以这都是要引起重视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还有一大类人群 比如说,正在使用免疫之际的人群,还有一些呢,有过敏的人群 还有呢,有一些血液病的这种患者,在接种的时候 一定要让你的医生给你去把把关,你能不能接种 还有呢,过敏的,对于一些疫苗产生严重过敏的,肯定就不适合于接种 所以疫苗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选择疫苗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阅读疫苗的说明书,既适合于你能够防病治病的同时 还不要引起新的疾病在你身上滋生,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有很多,里面有很多的疾病呢,都给大家进行了规定 那么你在接种疫苗的时候,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现在疫苗的接种呢,都放在了我们城市社区卫生服中心 或者是区籍医院,那么你在去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约 预约好了之后呢,去那个地方一定要按照接种医生的安排 不要着急,我们有一个预种室 就是说您在这个家里头要等一会儿 给你把这些疫苗拿出来以后,给你等一会儿呢 要三茶七对,然后给你接种,接种疫苗之后呢 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要按照那个去做 不能够违反规定,不同的疫苗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所以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疫苗呢,是帮助我们预防疾病的 不要因为接种疫苗的时候再出现了新的问题 是最关键的 好,谢谢大家